國際法規定 各國嚴格遵守不干涉任何他國事務原則 而《基本法》第22條約規定 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 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 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所以跨境執法 無論在國際層面或地區層面都是非法的 就銅鑼灣書店多名負責人及李波失蹤事件 涉及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執法的討論 首先,香港沒有相互承認 國外或境外執法人員的安排 其次,國際刑警並不是一個執法身份 亦沒有一個叫國際刑警的身份 可以被警察全球執法到處抓人 所謂的國際刑警 只不過是不同國家之間的一個聯絡組織 需要執法的時候 還要靠當地的警方作出行動 所以無論在內地或是其他國家的警察 都不能在香港執法 其實跨境執法是一項政治風險十分高的行徑 大家試想想 若果內地公安在銅鑼灣書店貨倉 捉走李波押解上車 然後經陸路運送到邊境 再在邊境以快艇混入大陸 途中有相當高的機會行動會曝光 例如運送李波的車 因為有人反抗掙扎 途中出意外 或者墮入逐罪走駕駛 或超速駕駛的路障 遭到香港警察截查 或者在水路運輸途中遭到水警截查 警察在搜索車廂或船艙中發現有人被綁 不理同車同船的是不是內地公安人員 香港警察亦要履行職務執法 拘捕涉嫌綁架的人士 再根據李波的口供逐一起訴 轉介法院審訊 內地公安人員不是外交人員 在香港亦沒有外交豁免權 若果觸犯了香港的刑法 仍然要接受香港法院審訊 若果事件真是跨境執法 香港就會掀起一場牽然大波 一國兩制會被批得體無懸夫 所以不值得為一個人 而去破壞整個國家和地區之間行之已久 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制度 所以我認為公安系統的官員 是絕對不會為了一個李波 而去冒這麼大的政治風險 勒令下屬跨境執法 如果其實是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人 將李波送回大陸 這樣就一定不存在跨境執法的問題 自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以來 高度強調依法治國 內地的官員商界因為犯法而紛紛落台 試問誰還敢公然犯法 所以跨境執法幾乎是不可能的